英国有句俗语,给我一个七岁的孩子,我将告诉你他成年后的样子,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,三岁看大,七岁看老,他讲的是一个人的原生家庭,以及成长环境,决定了我们的一生,现实情况真的是这样,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会重新梳理,人生七年中,14个不同家庭孩子的成长轨迹,希望通过纵向对比,能为我们带来一些不同的启发。 本集我们来认识一下,人生七年中的小精灵尼尔,这个眼里有星星的小男孩就是尼尔,父母都是教师,编上是他的童年好友皮特,皮特的人生轨迹,也会在以后的节目中详细介绍,喜欢人生系列的朋友可以提前收藏一下。 当导演问他们长大了想做什么时,尼尔想了想说,长大了并不想像父母一样做老师,而是想当一名宇航员,不过当不成宇航员,他就当一个大巴司机,可以带人们到处旅游,尼尔真是个小机灵鬼。 随后导演又问他们怎么看待男孩和女孩,以便观察清楚是否会对他们的爱情和婚姻产生影响,天真的他们都表示,平时喜欢和小女孩玩呢。 女孩都在喊着,然后我们遇到他们,我们会拖着他们,然后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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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们会拖着他们。 发展的。 七年时间一晃而过,1970年尼尔十四岁,步入中学,由于处在变生期,她的声音开始变得沙哑,可能是学业的压力过重,感觉她有些吃力了。 可能是尼尔父母都是教师的原因,对她期望过高,明显感受到了尼尔的不快乐。 她依然相信上帝,每个星期都会去教堂,对于将来她还是想成为旅游车司机。 又过了七年,时间来到1977年,尼尔21岁,她自己也不满意现状,她之前上学时申请牛津大学没被录取,然后上了阿伯顿大学,但只读了一个学期就主动辍学了。 她解释中途辍学的原因,是很想陶琳娜的体系,渴望独立,忠于自己的内心,但又不明确自己的定位。 因此她试图通过不断的尝试,来了解自己想要什么,成为什么样的人。 等她终于明白成长的过程中,没有克服足够的障碍来使自己坚强,很多选择没有后的快乐。 现在她正在克服阻碍,希望变得积极起来。 时间来到90年代初,1991年尼尔35岁,此时的她依旧居无定所,目前她住在设德兰岛的政府究极房里,但是她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兴趣,在社区剧团参演话剧。 另外她吐露,本能地感觉到自己是个作家,因此她开始写作了,希望将来有人赏识,哪怕自费出版,她觉得是有意义的事。 其实尼尔一直在努力融入社会,但她开过理想主义,不愿意和生活妥协,不想过朝九晚五的生活,因为一旦定下来,就意味着放弃了其他可能性。 她重视自身的成长,想做有创造性的工作,不想碌碌无为一辈子。 对于感情问题,尼尔说每个未婚男女都想找到一个能携手一生的人,但是能接受我的好像没有几个,我没有稳定收入,自己都不知道明天怎样,尤其在我还没挣到钱的时候。 在普世价值面前,所有人都觉得尼尔失败,她的坚持似乎一文不值。 当导演的尼尔,你的人生失败吗?尼尔升级地说,我还没有死。 时间来到1998年,尼尔42岁。 经过这么多年的流浪,她的人生终于迎来了转机。 当她再次出现在镜头前时,她在伦敦成了自由民主党的一员,代表哈克尼地区的人民在国会发声。 虽然在英国,议员没有固定工资,尼尔是要靠救济精和打零工生活,但至少她走到了人群中,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,而不是继续茫然没有目的,或许只有真正流浪过的人,才能更深刻地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。 尼尔对当前的工作很有热情,会自愿给自由民主党拉票。 另外她还在独成人寒寿大学的学位,希望名古曾经辍学的遗憾。 值得一提的是,她和同样善良的布鲁斯成了好朋友,刚到伦敦的前两个月。 尼尔举目无亲,布鲁斯给她提供了生活上的帮助,让她住在自己家里。 去年布鲁斯结婚时,她作为婚礼见证人,给他们送上祝福。 其实他们两人很像,都是理想主义的那一类,真是难得的缘分。 这么多年来,她终于赶直面导演的镜头了。 她表示,精神方面好多了,比其他时候都好,也许是工作,还有信仰给了她帮助。 感情上她还是截然一身,表示这方面还没有发生。 对于未来,她相信自己不会太糟,会继续努力。 通言五月,尼尔连任议员成功。 时间不如21世纪,2005年,尼尔49岁。 此时的她从伦敦搬到了英国北部一个小镇,成为了该地区少数党的一会成员,代表弱势群体发生。 她表示在目前住的地方比成立好,没有这么大压力,她喜欢接近自然的生活,很知足这份简朴。 同时她偶尔会去当家教,教小孩学法语,会有额外的收入。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,她终于和父母和解了,年轻时她认为父母给的建议都不是她想要的。 五年前她和父母有过一次深入沟通,打开了他们多年的心结,一家人关系修复了许多。 遗憾的是父亲在和她见面后不久就去世了,她目前和母亲时常保持联系。 另外她表示和布鲁斯依旧是好朋友,但是已经不怎么联系了,写过一两封信,她很珍视在伦敦时的这份纯真友谊。 确实生活就是这样,原本有些要好的朋友,会因为工作以及环境的不同而分别,然后你会遇到不同的人,但你依然会住院之前的朋友,希望他们过得好。 感情方面,她依旧没有结婚,也没有女朋友,她之前谈过一个朋友将近两年,遗憾的是最后还是没能走到一起,之后再没有遇到可以建立稳定关系的人。 她表示生活中很多东西,事与愿违,遗憾也于事无补。 目前她把情感寄托在信仰上,成了家庭牧师,每周有一天会去救济会做义工。 她表示有信仰可以让她心态平和,接受生活中的逆境,不过困难。 最后尼尔说了一段,她对人生的感悟,生命只有一次,人生短暂,你要懂得欣赏生活的美好。 告诉你一件事,我在晒太阳时看见身边有只蝴蝶,翅膀很美,深红色,上面有白色的圈。 虽然她的生命不长,但她停在我身边,并没有受到惊吓,看起来很高兴的震动翅膀。 享受阳光里那美妙的一个,也许生活无不如此,做自己,生命生生不息,万物都有自己的生活之道。 时光飞逝,时间来到2012年,尼尔56岁,目前她依然在英国北部的一个社区作译员,代表当地的弱势群体发声。 虽然她的影响力有限,但她对地方的事物很关心,会距离力争。 她举例小地方的斗争,往往只是一个工作是否应该保留。 另外她还每天坚持写作,但对她写的东西感兴趣的人并不多,已经被多家出版商退稿了。 她反思不能总之写些别人不懂的东西,自娱自乐。 同时她成了当地教会的代职牧师,每周末会去教堂主持晨会。 她也很累以为社区多做福,平时还会组织大家活动,希望鼓励人们积极地对待生活,不要像她一样的措施生命中的机会。 感情方面,尼尔依旧独自生活,尽管有过几段交往,但后来都没有长久。 对于原因她表示感情是两个人的事,可能双方的包容心不够。 她坦诚16岁开始一直有神经紧张的问题,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,但她现在已经走出来了。 她说每个人对快乐的定义不同,希望每年都可以有一段时间见见老朋友,聊聊有趣的事。 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,尼尔的眼神一直很纯粹,如同她七岁时的样子。 经过将近半个多世纪的追踪报道,纪录片拍摄进入尾声,2019年,尼尔63岁,她目前还在军议会做议员代表少数派发声,同时她也是业余牧师,有时周末会去教堂主持晨会。 过去七年,她终于结婚了,她是在镇上表演雅剧时,认识现在的妻子的。 随后她们相恋了,像年轻人一样沿着河边散步,去餐厅吃饭,做过很多美好的事情。 在妻子的建议下,她还在法国的乡下买了一套房子,买房的钱是她父母留给她的遗产。 但她们的婚姻仅仅维持了四年,现在已经分居了,主要是妻子不喜欢她情绪化,但她并不后悔和妻子结合,正试图挽回她的心意。 另外尼尔的父母都去世了,回忆起父母她表示并不怨恨他们,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,但他们的教育方式确实给她带来了困扰,她父亲一直都很严肃,犯错后会非常严厉地惩罚她。 而母亲性格非常情绪化,对所有事情都一支半截支支点点,因此他们会经常争吵。 她表示也会担心变老,不过目前身体还不错,很遗憾到了这个年纪,还没再想做好的领域获得成功。 虽然每天醒来,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,但是宗教信仰给了她很大的精神抚慰。 如果用一个词来代表尼尔的人生,我想是理想的倔强,小时候她天真可爱,眼里满是对世界的好奇与幻想。 判断,身心都遭到了很大打击,她开始逃避世界四处流浪,但她依然想要融入社会,不断尝试。 后来她终于找到了本心,走上了自己的道路。 最后她说,我相信真爱,虽然很少出现,不过一个人的一生中能够遇到,那么她是非常幸运的。 感受人生,传递温暖,敬请关注剪影指南,下集再会。